作词曲 李宗盛 百年前有一群人走入这片岛屿 他们远离自己的故土 将心中的爱给了福尔摩沙的子民 这群传教士们在岛屿上 奠定了台湾早期的医疗体系 我小时候在中部 彰化的基督教医院男医师 那是我小时候很敬佩的一位医师 常常听到他的故事 他是一个外国人 他能来到台湾 而且为了一个孩子的烫伤 他的夫人竟然愿意 把他的辛苦的伴 讨过他的生死 来救一个孩子 所以我想西方人可 东方人难道不可吗 使坏者 他也是西方人 他原本不是医师 因为要救人 所以他去探医 他投入了非洲 非常穷困 非常困难的地方 使坏者可 我们台湾不可吗 我们就要去追溯了 一百多年前 我们的台湾 生意 医疗 如何 因此来台湾 是要经过多多的生殖 什么情况的人 给到这份 愿意付出 的生殖 来这个地方 开脱医疗 我们应该要去 对手 这一对手 我们能够起出了 那份 童竟尊重的心 多数是基督教导 天主教导 因外洋 过海 没有生命的避养 来台湾 为了要团教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的台湾的生态 社会和平常 在开脱医疗 气候 水土 定定 所以 有很多人 明朗 求以无眠 团教导 用到那份 福岳的证实 应激 祷告 因为那时候的社会 那时候的人所需要 所以应急祷告 跟他们的忠告的精神团队 人和应兵有效 所以这份的精神 在我们的台湾不可无力 我们应该要尊重这种的好意心 我们要对随良心 看到主持人 看到这个人的费 大家没有所机会付出 那种爱的表现有很多 说不出我们的感应 15年前 台湾也有一群人走出了岛屿 怀抱着一份爱 奉献医学所长 他们是慈激人医会 国际人医会是在1998年 那今年就刚好15周年 医疗的团队 就是人世间不能缺少的 我天天都在感恩台湾医疗制液体 真的感恩他们 不只是在医疗 还有医疗人文提升 医疗的使命 这都是我常常说的感恩 我更感恩国际间 在全球里分布在不同的国度里 在发挥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守护爱 这都是天天都受不完的感恩 医疗的励备 关 journal 词经理想 请 国际慈悸人医会 简称TIMA 西元1998年正式成立 以医病 医人 医心为宗旨 15年来 这一群由医生 护理人员 药剂师 与慈悸志工所组成的医疗团队 成员遍布全球21个国家地区 人数超过一万三千人 从免费一诊到急难救助 受惠的民众不计其数 人医会的前身 要从1996年10月12日说起 当时台湾成立了慈悸医事人员联谊会 岂能结合慈悸医疗及慈善置业 加会更多病苦的人 但其实在更早之前 慈悸已经开始议诊 其实议诊的是来自以 功德会成立的 在几年后 我们就在花莲的人爱切 就成立了一个议诊所 很感恩 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议诊 才真正能令我感觉到 东台湾的医疗缺乏 所以决心在东台湾 盖了我们的慈悸医院 是从那个时候 72年开始 我们成立了医诊所 一直到1996年 在社会上一群大医王 许多的开业医也好 在每一个地方的大医院的医师也好 他们来响应 响应这预诊 所以有过大医院的 也有自己开业的 也有医师 也有副理师 喜喜多多 大家都是很用心 开始做医诊工作 1998年1月18号 慈济医事人员联谊会 更名为慈济人医会 而这个名字 是由正言上人亲自命名 后来我就会想 慈济人员联谊会 慈济人 其实这一些医师就是良医 这些良医跟慈济人在一起 来进行这种 为民众而服务的 这些医诊工作 那么我们就以很简单的 称为慈济人医会 人世间谁能不病 生老病时 这都是很自然的划则 但是病很折腾人 而且病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还有的就是穷而避的 这都是苦 苦上加苦 的确很令人不忍心 那我们看到了社会上的一群大医王 真正的医疗的使命 当他们自愿要当医师的时候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花园 那贤不济世 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有 不过在这个社会 的确是很需要富裕实行 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的 从他们的使命感脱入了 我们持续这个团体 他的名称叫做人医会 持续人医师的一个庞大的队伍 在医护人员发挥爱心的 这样的情况下 贫或是交通不方便 在很暗角的地方 他们都可以得救 人生最苦莫过于病痛 此季仁医会发挥医疗人员的 专业与良能 不管山高水远 哪里有需要 人医会就走到哪里 不论是深山或者穷乡地的 我们的人医会都是这样 每个假日都是大家一起出去 这都是一定期的 同时还要跨越 这个海域去议证 还有在那样的地方 交通不便不能来的 还有失掉了自由不能出来的 他们不便来的 那就是人医会 他就会过去 所以至公菩萨作伴 所以每一提次去 只要人医会的 这不能缺少的 这样的医生活书 有书 严严书 这都是不能缺少之外 至公菩萨作伴去 所以这种人人都是做苦难人 不请自私 这一群人医会 包括志工在内 大家就感恩 去做那种苦难人 不请自私 他不想请 所以我们也是自己就要去 医疗就是生命的希望 我们常常说尊重生命 更重要的也就是要去了解生命的所需要 生命的所需要 总是在医疗 生老病死 这是人生免不了的事情 常常都说自然嘛 病人嘛 都是在生老病死 但是好的医疗 在都市里 有钱人 这都不担心 因为呢 现在的医疗科剧呢 非常的发达 但是苦的呢 就是苦在边缘地区 或者是老病没有人照顾的 或者是穷困而没有健保的 等等这些人 还是同样 在暗角里 在边缘的 他们也都在渐渐地期待着 真有人去关心他们 所以呢 我们有直接人一位 因为呢 人口外流嘛 那老人家呢 那爱乡守在家乡的自己的土地 所以呢 老化人口比较多 人老啦 总是身体呢 都是有毛病的 那进出呢 交通不方便啦 所以需要我们呢 到了他们的乡村里去做疫诊 那有的时候呢 那有的时候呢 也为他们呢 健健 有病的治病啊 那无病的呢 也为他们来健健 那健康 医护 也是很重要啊 或者是呢 医疗 医华 这个医学 也到了乡下去做 卫教工作 而且呢 也教导大家呢 如何 保养 这个健康的营造 这都是在慈激的医疗系统 都有在到边缘地区 慈激人医会 就像一所行动医院 在台湾 慈激人医的足迹 已踏遍全台和里岛 不论是前往偏乡疫诊 亡诊 提供健检和卫教 也在都市里 关怀无家可归的游民 车祸受伤的这位街友 右脚的纱布 已经沾黏在皮肤上 曾医师谨慎地 为他清洗伤口 你刚才是在 后面是吗 这个家庭 对 听你来说吗 我才是要穿起 是要穿起 你还说 这有困难 你先想说 没有 我们常常说 多次的医疗 真充足啊 多次来的 还有什么好疫症的 很多 比如说 街头游民 他们没有健保 他们流浪在街头啊 虽然台湾已经很富有 环境也是很安定 但不知道为什么 街头的游民 街友啊 还是很多啊 身体啊 总是呢 有病啊 又脏啊 又臭啊 那都是流浪 整年都没有洗澡 那就是 北部人医会啊 他们呢 就在都市里的游民 他们都是也在定期 而去帮他检查 而且呢 会去到街头行为去宣导啊 就劝他们啊 洗澡啊 换衣服啊 看医师啊 检查身体啊 里头法等等呢 都全套的座 更感恩的就是说 这一群医师 药师 副理师 他们呢 用爱去付出以外呢 我们的志工菩萨 各行各业都有 他在这儿 只要帮他们整理以外呢 还会 心灵辅导 辅导着他们 怎么样 面对人生 如何克服心灵的困难 不管是在台湾本岛 就是跨海 澎湖啊 小金门啊 同样的 都在定期 而去看诊 同样呢 也要到李岛 在澎湖的本岛 还要再到其他的李岛 等于是一个活动的医院 去到病困的人的家庭 去做疫诊 去做光摔 的确 这一群啊 人间大一王啊 其实很令人敬佩啊 当然啊 当然啊 更感恩我们的自公菩萨们 自己的世大之业 发达脚印 我们不都是自公菩萨们呢 那份爱的付出啊 在这一群人医会成员当中 除了医护人员的精神 令人动容之外 其中庞大的志工之员 也是维系人医会 议诊行动 最伟小 也是最伟大的工作 2013年3月 在慈济人医会 前往蓝宇议诊的前一天 台东的果菜市场内 正有一群香鸡志工 正默默准备 菜头 菜头 我们办真正的家家酒 还有没有绿色的 因为那边的菜不好买 南椅里面的菜 也是从这边运进去的 这一趟人医会要出远门 到蓝宇一整 这一次队伍总共有90人 香鸡团队必须备齐一天 三顿饭菜 外加宵夜 因此每一样菜 都至少得买五公斤以上 被称为阿芝师的李祖芝 在香鸡团队里肩负大任 就算腰部因为车祸受伤了 他依旧不含苦 绑上护腰认真做事 除了食材之外 聚烦锅碗瓢盆 样样都得自行准备 就连瓦斯炉也得运上车 蓝宇当地有4800多位居民 岛上的医疗并不完整 若生大病就得赴台湾看病 这一次慈祭仁医会 共出动牙科 眼科 妇产科 内科 外科 加一科共六科 大伙聚集在蓝宇国中内 准备一天的议诊工作 我们这边比较欠缺 妇产科啊 小儿科 这些部分就一直就比较欠缺 那像有这种疫诊的方 这种活动 我们当地人非常的需要 正当医务人员正在 替患者一诊同时 这一群乡鸡志工们 也开始分工合作 各司其职 有了智工做后盾 慈祭仁医更能发挥专业 安心为病人解除病痛 众志成城的力量 也汇集成一股人间暖流 慈善医疗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人医大医王 那佛佛的心啊 佛佛的心啊 那观世音菩萨的厌力啊 他们呢 他们时时就是下乡上山 去做疫诊 那不能出来的 我们要走进去到他的家里 去做几家疫诊 这种的王诊啊 那我们的大医王啊 那样放下身段啊 归顿下来呢 不管他是多么脏啊 环境多么的减弱啊 等等啊 他们的爱心啊 总是呢 总是呢 障碍不了他那一分的爱 所以呢 他们这样的轻弱爱的付出 看那实在是很令人动容哦 医师的使命啊 就是面对了病苦众生 有伴自同道合呢 大家聚会在一起 可以呢 上山下乡 跨海等等 为苦难人付出 15年来 慈济人医会 感召了许多不同国籍的 医护人员与志工 大家有志一同 足迹遍及各地 从马来西亚深山的原住民部落 太平洋中的撒姆亚群岛 巴西圣保罗市郊的平民社区 到澳洲内陆里的小镇居民 世界五大洲都留有人医会的足迹 杨伟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但他也是慈祭在菲律宾三宝岩的负责人 当里面的人也就这么守了 在达部里面的地方 尤其是关于这里 尤其 最坏的地方 有很多人 能够期耗去吃 但很多人不能以提供 更多 Pour花一千 让他走到沙沫 上山关上 所以我們去找找它 Master said, 它不是一個擁抱 就是去幫牠們 讓他們需要 如果您可以學會, 您不可以學會 如果您可以學會, 我們可以學會, 我們可以學會 我是要學會 我們在去試試看 我們要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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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個星星星人 謝謝大家 這些 servicio request是特製 特別有特別的 非常特別 真的 謝謝很多 我愛你 我們在這裡 大一王为这群因病而贫 或者因贫而病的苦难人 拔除身体的病痛 同时也和慈禧人 一起抚慰他们的心 将温暖带给他们 您正确实,它很艰难 它充满力,很多努力 这部份重点是重点 但是,我们得以为 愿意做得到 得到愉快 我们有好医生的病人 也许有同志 也许有兰厉害 也许有兴奋务 努力都可以工作 重新的生活 这些人 菲律宾人议会来到三宝岩议诊 至今已持续15年 这里因为常有战乱冲突 导致许多居民肢体残障 2004年 在杨伟顺的用心推动下 慈济大爱附建 即一支制造中心企业 扩大服务伸张者 接着在2008年 又启用了慈济大爱眼科中心 不过海外的议诊机构 则要回说到1993年12月 当时位于美国加州的慈济议诊中心 正式启用 这是慈济在海外的第一所议诊机构 也是全美第一个 由佛教团体成立的议诊机构 我们美国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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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没有一个很有规模的医院 但是他很早就在花费守护生命 那把苦病苦都在开始做了 美国分会是在1989年成立了美国分会 升起来也很多年了 美国的医疗是在1993年2月16日 在那一天呢 就是美国医疗中心呢 正式接到了 去学生的证书 一直呢 从一个定点 而常常到外面去做医疗 比如说墨西哥 第一步是从医疗先进去的 有了医疗先进去 然后呢 了解当地的民情 家境苦难 然后呢 知道孩子们呢 应该要给他一个人生的希望 所以呢 帮他盖学校 所以现在墨西哥这个地方呢 说起了词记呢 大家都差不多呢 都非常的感恩 也都了解有词记 那一直呢 到了2000年的7月呢 我们的义疹 巡回车 已经开始服务了 这一部车啊 就像一个活动的医院一样 其实 我们去医疹 只要我们根本的志工以外呢 到处啊 都可以去启发人的爱心 总而言之 医疗 只要我们有人文 只要我们有真诚的爱 这不只是 碳病啊 也可以 疗 心 慈记人医会的温暖 长久持续地注入 当地民众的内心 更因为长期耕耘 而发展出属于当地的医疗特色 与疫诊中心 例如马来西亚 因洗肾费用太高 常有穷困的洗肾病人 不敢就医而往生 因此 慈记在当地设立洗肾中心 而贫穷的澳洲塔拉镇 则以牙医疫诊 在当地最有名 另外 战火不停的菲律宾 则是发展出 复健医疗与眼科 慈记人医会的疫诊 成员除了专业医护人员 更动员为数众多的职工 这一点让初次参与疫诊的张爱玉 感到不解 第一次去是抱着好奇心和好玩心 那时候的心情就说 哇 一次一整要这么多人 三百多位 我想假如以工资来算 真的是太浪费了 去一次一整要动用到这么多人 那么真的是不划算 新加坡人议会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来到斯里兰卡 帮助当地居民疫诊 2009年5月 斯里兰卡刚结束内战 这一场种族与宗教的战争 让斯里兰卡的经济受创 政府也删减了医疗预算 让许多居住偏远地区的贫困人民 筹不出看病的交通费 所以忍耐着病痛 这就是等候区 我们有四位内科医生 在同时进行看病人 我们现在就来外科肿瘤手术房 要动上去手术 或者是肿瘤小手术之类 这里都有 这里上另外一个牙医的诊所 在帮病患做补牙 拔牙之类的 今天有很多的摆内脏病人等着要动手术 你看这个记号是说 是要开左眼或者是右眼 这里的人通常他们讲他们的新哈利话 有的会讲一点点的英语 那么我们就要靠翻译员来翻译 这里都是药剂师就要跟当地的翻译员讲 讲之后他们再拿药给病患 我是医者是负责外科协调 所以我们还没有来医者之前 就有开会说我们要有几 像严科要几个病人 亚科 肿瘤 上气之类要做多少 所以开会之后我们就知道 因为动手术不是说来这里 手术房都是什么仪器都有 我们事情要做很多准备的工作 路途遥远 动员上百人 再加上当地医疗设备 不齐全的情况下 事情准备更是马虎不得 甚至很多用品还得节省着用 刚开始参加医诊时 张爱玉还曾认为到了现场 只要尽自己护理师的本分就可以了 没想到慈激人医会的议诊工作 比他想象中还要繁重 我算看有千多位 就用那个耳机来听 那时候真的量血压量到我的耳朵都痛 但是也觉得蛮欢喜 因为当服侍这么久 没有说一天之内会量到这么多血压 会接触到这么多的病人 是另一种体验 实际参与医诊人医会议诊后 他才真正体悟到 慈激人的发心与用心 看到因为真的有很多单地的居民要来看诊 好像还好几千人 你看假如是一个志工服务十个病人 那么一百个就要十个 那一千个就要一百个志工 照这样算来看 三百多位志工去 也不算多 因为上一个医诊后来我看到 就是像把整个医院搬去 去探西兰卡也是很辛苦 要请假 要自飞之类的 但是都是我们能力可以做到的 我们去只是付出 真的只是付出一点点 对他们来时是受益良多 我自己本身也是看到他们做得这么发喜 我自己也是要尽我的能力来 做协调的工作 或者帮他们一手 看这医护人员 人人穿着的都是白袍 不管是医生 护理 药剂师 或者是护健师 检验师 或者是医剂师 人人不都是白袍上身吗 在心 心苦所情的都是白袍嘛 那叫做白衣大士 那都是呢 大士就是菩萨的意思啊 所以啊 医师菩萨们嘛 他们呢 都会进入了这样最苦的地方 在那样的境界里的人呢 都要堪得起忍耐 所以啊 诸佛菩萨为堪忍而来 去拔除了众生苦 这都是他们的心愿啊 就如地藏菩萨 他在地义里 救护众生 他不是因为呢 有业 造恶业而到地义 不是 他是花怨到地义去的 所以呢 这种大碍啊 他们呢 走入了这样的苦难的地方 为众生呢 去拔除 苦难 这边都是心愿 大家呢 花心力愿呢 愿意到这样苦难的地方去啊 每当国际间传出重大灾难 四季仁义会也总是能迅速整合 投入灾区议展 在现今呢 这个灾难很多苦难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我们呢 要挺身而出 要去帮忙这些苦难受灾的民众 解除他们的痛苦 所以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即使我们不知道谁是谁 所以这么多年来啊 都是共同 这就是共同用爱 这一分的无私大爱 这就是非自双运 看看这一群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去为那一群跟我们都是不相似的人 同时呢 也没有血缘关系的 但是呢 有了这样的因缘嘛 真奇妙就到了那个地方去 天盖之下嘛 地在之上嘛 不都是像一个家的人嘛 所以啊 这种如一家亲 不分种子 不分国度 都是呢 用爱包含 如一家人一样 所以这就是佛法 佛陀说的 无缘大持 给众生的福以乐 那么同体大悲呢 就是要拔持众生的苦难 不管在哪里 都是期待 天下人人有福那 天下人人都能和平快乐 这都是宗教家的心胸宗旨啊 所以同体大悲啊 就是拔持众生苦难 不管他的苦难在哪里 我们呢 总是呢 再辛苦都会到达 2000年9月9号 举办了首届国际慈祭仁医年会 一连五天的年会课程 此后都在中秋节举行 而这个缘起来自上人 与已故的吕秀全医师 在1996年的约定 在1996年9月呢 就是费力宾的女副院长啊 带了一群医师们回到京社了 刚好呢 刚好呢 是8月15 就是中秋夜啦 就是在中秋夜是在京社里哦 在京社里啊 也是呢 很热闹啊 抬头 望明夜啊 那就那一年开始 菲律宾啊 李副院长所带的团队啊 都是固定在这样的中秋呢 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归来的时候 所以一直到呢 1998年啊 我们的国际人业会 菲律宾都可以回到啊 所以呢 其他的地方国家也可以回来 跟师傅过中秋啊 所以因缘就这样开始 一年一度的仁医年会 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医 回台相聚团圆 也透过课程与分享 交流医学新知 医疗经验 更让所有仁医志工 体悟更深的慈济医疗人文 愿人人健康 世间祥和 天地平安 全球的人医啊 菩萨大片啊 穷乡必然去啊 或者是跨海渡船啊 或者是腾空大飞机啊 这种的普遍啊 哪里有病苦 哪里就会有大医王 以白医大士 人间菩萨 不畏惧辛劳 他们啊 一定呢 会去拔除苦难 看啊 大从内心的感动 同时是感恩 而且呢 非常地敬仰的 这样的爱的付出 这种以爱呢 撒拨的善的种子啊 在守护着生命 拼公得田 看来都已经啊 无量益青的大医王啊 呈现在人世间啊 看到啦 这真的是很令人 感觉这个时代里 值得庆幸的 这么多的爱心良能啊 都一一的起化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